有个叫牛胜利的人找到了西娅 说你拐待她老婆和儿子 怎么回事 就知道这个牛胜利会到达一耙 她自己犯了重婚罪 还想抢走儿子 她妻子现在躲在这儿呢 我们是半月子中心的 你的首要任务就是 伺候好宝宝和妈妈们 怎么客户的姿势你也要管 既然我们的宗旨 是要照顾好宝宝和妈妈们 那她们的人身安全我当然要负责 你想怎么负责我不知道 但是那个牛胜利已经扬言要起诉月子中心了 你最好尽快让她老婆离开这儿 否则一切不良后果都有你负责 她还起诉我 那我告她诽谤啊 牛胜利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今天下午我去了你先生的公司 她对外宣称 要拜满月酒 庆祝她生了个儿子 这是我个人隐私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现在给我办退房 你先别激动 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难面对 但是你放心 只要你跟薇薇住在月子中心 我就一定不会让她抢走薇薇 这是我的事情请你们出去 出去 薇薇妈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原配打着门来了 我会向董事会客观详细反映客户情况的 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保留这个部门 自然会留的 谢谢 请问我 it's still hot 是吗 是吗 这是什么 要是呀 勇敢抢我 你可能是否才能放在了 那真的 要告诉我 你只现在还可以 你不要担心啊 只是前两天楠楠说她想您了 那我现在就打给她 挂了 好的 好好 拜拜 拜拜 喂 小宋 你最近没有出去玩吧 那你有时间的时候 能不能约你南哥 出来喝喝酒什么的 你们不是也好久没聚了吗 萧总 有个人闹着要见葳葳妈 还要带葳葳走 可是葳葳妈就是不见 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你把我儿子还给我 刘总 请你冷静 我就知道是你们在后边捣鬼 你们挟持我的老婆和孩子 想要干什么 你现在严重影响我的客户休息 我请你马上离开 要不然我报警了 你要干什么呀 干什么 不用你报 我报警 我要告你们这黑月子中心 绑架我儿子 你可以报警啊 就你来闹事那点原因 能拿得上台面吗 牛总 就你那点事 你太太都能告你重婚罪了 你好意思见儿子吗 我就要见我儿子 干吗呀你们 这是我们家务事儿 跟你们没关系 走开 这是离婚协议 我和儿子会幸福的 你放心 我是不会同意的 我劝你还是同意 这事只要闹到法庭上 对你可是不利 你不是 我是不会认为她的 你永远都是 魏魏的父亲 离得好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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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些战友也已经耍着嘴皮了 进 老白只要一句话 所有银行都不可以给咱们贷款的 呀 萧总 来 送给你的 我以为妈现在好多了 谢谢你 谢谢就见外了啊 不过我也算立了大功了吧 那之前那房费 是不是可以减半啊 这钱你要是不交呢 我们老板就会从我工资里扣 所以你要是良心能过得去的话 那就别交了 讨厌啊 你明天知道我就是一个善良的人 要不这样吧 等你生二胎的时候 你提前告诉我 我给你打七折 说准了啊 一会儿下午三点的时候 把他们都召集起来 跟他们开个会儿 行 萧总 您闹够了没有